第二章 保羅、巴拿巴奉啟示再往耶路撒冷 過了十四年,我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銅去。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幫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卻是背地裏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唯恐我現在或是從前逃然奔跑。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希利尼人,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博。 我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沒有容讓信服他們。 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 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 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憎我什麼。 反倒看見了主託我全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託彼得全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的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貌人作使徒。 雅各,基法,約翰,向保羅巴拿巴行商交之禮。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儲石的雅各。 基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商交之禮。 叫我們往外幫人那裡去。 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只是願意我們紀念窮人。 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保羅澤被基法,與外幫人隔開。 後來,基法到了安提亞。 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已先。 他和外幫人一同吃飯。 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國禮的人, 就退去與外幫人隔開了。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火裝假。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 與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眾人面前,對機發說。 你幾是猶太人。 若除外幫人行事,不除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幫人除猶太人呢?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幫的罪人。 既知道人清義,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清義,不因行律法清義。 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清義。 我們若求在基督裏清義,卻形救是罪人。 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 斷符不是。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 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上帝活著。 基督在保羅裏面活著。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寫己。 我不廢掉上帝的恩。 異若是藉著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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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